大家好,我是Dan 有网友在网上上传了因健康问题暂停活动的姚家里的成员舒华 在各个地方被目击的照片而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 有粉丝在台湾的一家百货公司发现到了舒华 并表示他本人超级好看 在这个目击天文后 夜市飞机骑马场等地的舒华目击传言 也相继传出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由于姚家里的在今年1月底回归后 接连发生了成员健康问题 回归前迷你和雨漆突然出现发生和头疼症状 导致原定的回归记者会也因此取消 在这两位成员状态恢复后 继续参与了预定的音乐和综艺节目 但随后舒华的健康状况恶化 Cube娱乐最终声明表示 舒华因头晕症状持续 需要充分休息和安静 因此舒华暂停了预定的日程 进入了活动停止状态 所以一些网友对于他的目击报道持着负面态度 如果舒华真的病倒连站在舞台上都困难 甚至没有力气坐着 以至于不得不取消回归活动和视讯全售 那确实会让人后期 他怎么还能出去玩的那么开心 如果他能够轻松的出去玩 理论上应该也能动动手指发送一些讯息给粉丝 这种情况让人质疑舒华的状态和他的行为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就算生病了不可能整天只待在家里吧 除非这得了要死的病 否则在病期间也可以在休息同时稍微外出走走 怎么因为做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也要被人唠叨 他又不是去夜店或者酒吧玩 只是做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对此吹毛求辞也太神经病了吧 如果一直待在家里身体会更不好 偶尔需要出去放松一下 放松的方式可以很多样 比如购物看海看电影等等 像你们这样整天只在家里玩手机 身体会变差的 应该要像舒华那样出去做些事 不仅对身体好也对精神有益 总之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要出去接触人群 吃点美食经常活动身体和心灵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加油 对真的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玩手机 总结一下就是 希望舒华能早日康复 然后之前介绍过的 尤才子这次的收录区 非常迅速地在音源榜上逆行 目前已经上升到美龙排行的三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些在很小的年纪就出道 闪耀舞台的idol们 如果有漏掉的idol或是有错误的信息 不是我误导大家 是我太笨了 是我的错 希望大家能留言补充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enson 圣经 使用 多辆 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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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